我希望进我们家门的儿媳妇要给我生两个到三个的 知道儿子带着父母一同相亲的综艺到底有多启发 这不要办法照儿媳妇的要求呢 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女孩手凉的你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名国家级高级营养师 手脚冰凉的女孩子首先她是公寒 公寒的女孩子如果生男孩子就容易得小肠善气 女孩子呢就容易有一些营养不良啊 有点贫血啊 天扯着下一代吧 这一点我是蛮在意的 这手脚冰凉就影响下一代 是我古老寡闻了 但23岁的儿子却没想这么多 一心只想找个成熟姐姐 我想找一个成熟点的 成熟 这波这位姐姐行女嘉宾一出场 滴滴就激动的嗷嗷叫 我的菜啊我的菜 姐姐上台还带上她的加分项 我很会炖汤 今天我给大家带了我自己炖的汤 多此处的厅堂进得厨房的女嘉宾 那位高级养师妈妈可不买账 直接灵魂拷问 女嘉宾你今年有多大年龄哦 待会VCR会告诉大家 然而姐姐的介绍短片一出 全场人沉默 我是林嘉丽 今年40岁 哎呦 你今年40岁了 哎呦 别的家庭都将姐姐宽了一顿后委婉拒绝 可这位高级养师妈妈非同一般洗礼发话 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女嘉宾呢 因为第一个是年龄太大 我希望进我们家门的儿媳妇 要给我生两个到三个的 这潜台词代表都能听懂 就是说姐姐40岁了 再生就是高级产妇了 但弟弟就是一心想要这位姐亲 应许出来表白 我那个挺喜欢那姐姐的 这姐姐挺适合我的 我叫的 对 我店的厨艺给人说两句话 初恋找了一个40岁的姐姐 这么大的年龄差 让妈妈难以接受 于是出动连换攻击 像你今年40岁 你再过11年的话 你知道男士吗 20岁的男士是欺货 30岁的男人是现货 40岁的男人是抢手货 他才23岁 你有多大的把控 在未来的十年以后 你还能拥有他 为了让儿子死心 养时妈妈还在一线持续进攻 家里 我觉得我的孩子你不了解 作为我是她的妈妈 我很了解她 她非常有爱心 我家好人就是为了一份责任 怕她尴尬 不同意就不同意的 也不用等着拐弯抹角的来买太基金 人家也没说要等你儿子亲手呢 最后姐姐说了一番话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因为大家都介意这个年龄的差距 所以说才会大肆渲染 我觉得这些不用担心的 时间会证明一切 不像自己的儿子 找一个年龄差距这么大的女朋友 我们可以理解 但前提是咱们得尊重人吧 要是一比你儿子的 让你来那边